狮子王大战猎狗 看看这一大把的熊猫 相当威风 这个猎狗啊 有点惨啊 已经变成残疾了 结果还遭到了老鹰的攻击 这老鹰啊 坐收欲望之力 狮子王有点看不下去了 准备拿下猎狗 这小猎狗啊 刚刚出生不久 赶紧回入洞穴 要不然狮子王一口一个呀 吓死手了 一个前空翻直接拿下 狮子啊 把猎狗咬死以后 它是不会吃的 非常的讲究 这个更狠 从洞穴里面呢 直接把猎狗挖出来 今天小猎狗啊 遭到了灭门之灾呀 成年猎狗啊 也没有逃过一劫 今天狮群呢 展开了报复行动 找到了猎狗的洞穴啊 猎狗呢 经常 抢狮子的食物 遇到洞穴的食者呢 也是痛下杀手 今天整个视频呢 展开了报复行动 见到猎狗 就是一顿干 狮子王带着他的妻妾 今天杀红眼了 猎狗 猎狗根本就不是食者的对手 他平时啊 就是靠着数量多 所以说呢 在非洲草原上横绑的逛了 正常啊 一个族群可以达到上百只 这个猎狗啊 还是很齐心的 干起上来啊 也是一起上 但是今天狮群呢 是有准备的啊 看看这伤的不轻啊 脖子上被咬了 已经出血了 这个一拳一拐的 直接干残了 整个猎狗群呢 死伤惨重啊 今天狮子啊 真是干得漂亮 凶猛的动物啊 用不了多久 一旦受伤啊 就会死去 这个狮子家族啊 非常的繁荣 这个小狮子也 刚刚出生不久啊 这个老鹰啊 经常会狩猎小的狮子 小花豹 它都会拿下啊 所以说 老鹰啊 还是可怕的 超级鸵鸟妈妈 疯狂的一天 看看鸵鸟 大战猎狗 大战狮子 大战花豹 这鸵鸟一窝蛋可没少下呀 黑背才狼 准备偷鸵鸟蛋 这个黑背才啊 猴经猴经的啊 非常聪明 智商超高 鸵鸟妈妈发现了入侵者啊 鸵鸟呢 是世界上唯一的两只鸟 这个脚指甲非常锋利 绝对是连腿上活的啊 这要是踢到黑背才身上一脚啊 黑背才绝对是半死 而且 鸵鸟善于奔跑 这速度非常快啊 把第一个入侵者赶跑了 这鸵鸟蛋呢 一个就可以吃饱 个头真不小 这个财狼啊 虽然聪明 但是他打不开鸵鸟蛋 这个蛋壳啊 非常结实 咬不动啊 黑背才 再聪明也比不上猎狗 猎狗呢 智商更高 这个非洲猎狗呢 被称为二哥 在草原上啊 绝对有一号 这个鸵鸟保护的非常到位啊 接着复旦 说说这个猎狼二过来了啊 远处呢 还有狮子 花豹啊 也赶过来了 今天鸵鸟啊 真是不幸的一天 看看猎狗 大摇大摆的干过来了啊 猎狗这个族群呢 这几年混的绝对可以 除了狮子以外啊 排行老二的 从土里面呢 把这个鸵鸟蛋挖出来 而且可以 打开鸵鸟蛋 所以说这个猎狗 绝对不一般 鸵鸟妈妈又赶过来了啊 准备和猎狗 骗命啊 这是 赶紧跑 这个猎狗啊 很聪明啊 躲过了一劫 这要是被鸵鸟踩上一脚啊 那绝对是内伤 看看这个小猎狗 轻松的躲过了鸵鸟的追上 这边猴子啊 也在打鸵鸟蛋的主意 这个鸵鸟蛋太受欢迎了啊 结果母亲赶回来啊 厉害 非洲野犬 大战猴猪 看看这猴猪一对獠牙 非常锋利 脸上呢 还有两个大哥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猴 非洲野犬呢 被称为三哥 在非洲草原上也是有一号啊 今天三哥狩猎猎猪 一定很精彩 这个猴猪奔跑起来啊 脊背上的毛都立起来 三哥擅长于韬缸 专门攻击屁股 看看这小幽猪 冲击感绝对有 鸡眼了 也会用獠牙呀 把对方创飞 所以说狩猎猪猪的时候 非常小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这幽猪干不过 赶紧回入洞穴 幽猪啊 一个家族 生活在地下洞穴 擅长于挖洞 非洲野犬 必须合作狩猎 才能拿下幽猪 这个三哥呀 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好 繁殖的速度呢 也非常快 这个幽猪很聪明 又回入洞穴啊 三哥看这样 狩猎猪失败 快了 接下来狩猎水牛 看这样狩猎成功率啊 也不是很高 这个水牛啊 更难对付 一吨多重 肯定是挑小水牛啊 进行攻击 非洲水牛呢 也叫做非洲野牛 就是野性十足啊 不好对付 每年 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啊 数量是最多的 现在三哥呀 在寻找机会 肯定是攻击落单的水牛 现在在消耗水牛的体力 这是一头雄性大水牛啊 这要是狩猎成功啊 够 整个族群呢 吃上两天的 一旦落单呢 就非常危险 这个猎狗很难缠 他可以追猎物几十公里 也可以追几个小时 一旦被他盯上啊 也不好逃脱 通过叫声啊 很快就把队友集结过来了 数量越来越多 看这样 让今天猎狗啊 不错 狩猎的挺到位啊 勇敢的马赛人 狩猎花豹 带上他们心爱的猎犬 今天的目标就是豹豹 花豹啊 绝对是猫科动物当中的狩猎高手 擅长于爬树啊 但是今天的两脚兽 相当可怕 绝对是狩猎高手 而且今天还带上了 猎犬 看这样豹子是凶多吉少啊 这马赛人呢 生活喜庆啊 非常的野蛮 喜欢喝牛的鲜血 而且年轻人的成年礼啊 就是狩猎一头狮子 证明你已经长大成人 狩猎的工具啊 大刀 长矛 弓箭 它也是最原始的部落民族 看看豹子在狩猎肺肺啊 肺肺啊 也相当凶猛 它是群体的生活 干起让来啊 非常栖心 就是群友啊 花豹呢 只能 挑 小肺肺 进行狩猎 成年的大肺肺啊 相当难对付 马赛人出现了啊 准备猎杀豹子 现在豹子也发现危险 而且肺肺啊 现在群友花豹 今天的肺肺群呢 非常强大 看看这个花豹上树啊 非常迅速 跟平地一样 在树上轻松的可以拿下肺肺 从树上掉下来了啊 这个肺肺啊 牙齿达到了五厘米长 也是很凶狠的 这马赛人呢 善于奔跑 现在逼的花豹 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个家犬呢 也发起了进攻 把这个豹子啊 团团包围 看这样想走啊 不太容易 这个猎犬呢 仗着数量多 花豹没有反手的机会了 看看这个 凶猛的两脚兽啊 轻松的拿下花豹 狩猎成功 是不是 我触记着维兰 你说着 SCP